嗨 大家好 我是Jenny 今天我们台湾乐活来到了英哥 英哥的陶艺品是远近驰民众所皆知 但是你知道这边的鸡肉饭也好好吃 我们现在要去食德旺小吃 吃道地的古早味 鸡肉饭还有好吃的凉面 走吧 这里就是我们今天要去的地方 食德旺 我们去吃鸡肉饭了 走吧 我现在终于进来了食德旺小吃 这里很多很多道地的小吃 这里非常有名的是鸡肉饭 我们现在邀请到我们的老板娘 老板娘你好 我们在这里的鸡肉饭听说很好吃 这边在地人都说好好吃 所以我现在一定要来先吃吃看 为什么我们的鸡肉饭这么好吃呢 我先吃吃看喔 好香喔 光这样闻就很香耶 对 那个葱油是自己爆香的 喔 这葱油是自己爆香的 对 这样就很香好吃喔 吃起来米不一样喔 真的好吃喔 饭很Q喔 我们用那个观山米 喔 你们连米都特别去选客 对 观山的米 是台东喔 属于台东那边的观山米 台东那边的观山米 欸 它这个肉吃起来很有嚼劲很好吃耶 你除了一般我们知道就是鸡肉饭 它那个肉是用撒的嘛 对吧 还有 你们是 我们是撒料又焖 喔 因为撒料该焖喔 对 焖 为什么要焖 这样肉才不会老 喔 才会刚刚好 有技巧喔 一定还有 对不对 有了 哪有这么简单 可以在我们这边 鸣哥撑上很好吃的鸡肉饭 哪有就这么简单就可以端出来 就是撒好又放在冰桶里面冰镇 还要冰镇 把肉质收一收才会好吃 难怪吃起来就是不一样 那我们除了鸡肉饭以外啊 我知道我们这边喔 还有一个很赞的东西就是 这个 这个是 大甲芋头 大甲芋头排骨酥 好 一般外面都是排骨酥汤 对 那为什么你们还放了这个芋头呢 觉得芋头跟排骨酥的味道比较对称 松喔 你知道芋头要好吃喔 它一定就是要松 入口要急化 对 好我先吃吃看 这个芋头都有先挑选过 嗯 好吃耶 它是哪里的芋头啊 大甲芋头 喔大甲的芋头喔 喔真厉害耶 这个芋头太厉害了太厉害 汤也好好喝喔 它整个汤喝起来它是不油不腻的 对我们也有处理过 喔 我们这个汤是也有处理过的 里面的排骨酥很下功夫对不对 对 这要中药去泡 有材料去泡的 它这个要先泡过腌过啊 对 不是那个肉就这样直接就下去炸就好 没有没有没有 没有啊因为这个要吃吃看耶 嗯 你看不用咬 直接这样 诶 诶 诶很香喔 它整个那个味道已经都跑进那个排骨里面 对 但是要浸泡一个晚上以上 所以它一定要浸泡12个小时以上 对 才会入味 对 都蛮费工的 很费工耶 只不过就这样区区一块排骨 既然老板娘跟老板是这么这么的用心 不简单的一碗汤耶 我们喝了都要很甘心耶 这个芋头排骨汤还可以加面 还可以加面 所以我们这里除了 芋头排骨酥汤 还有芋头排骨酥面 对 对不对 所以说像我吃鸡肉饭我就可以只点汤 那如果说我今天不想吃饭 那我可以吃这个 芋头排骨酥面 芋头排骨酥面 也是有喔 也是卖得很好 对不对 对 我现在看到这个汤啊 香菇鸡汤 很厉害的是 香菇鸡汤其实到处都有 可是我们这边很厉害就是这个 对 香菇 我们比较花在那个 香菇里面那个 玻璃会变得比较漂亮 比较香 比较大绿 你连这个 这个香菇都要选玻璃的 对 芋里的这个花菇其实是很有名 对 对 难怪你看它整个那个 香菇的那个厚度啊 很大绿 对 口感也不够 口感也不够 口感不够 嗯 因为它比较厚 香菇它这个厚度够喔 它可以吸那个 整个那个鸡汤的那个精华 哇 它香菇的香味也很够喔 嗯 对 有有有有 有好吃有好吃 好 我们现在除了 这个汤 当然没有一个非常 消息的这个排骨 苦瓜汤 嗯 很甘耶 因为你苦瓜放的够多 对 所以它喝起来那个 汤是很甘甜的 嗯 这个汤也不错 夏天喝的不错 夏天 夏天喝的不错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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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一道菜是 北菜肉 北菜肉 为什么我们要特别介绍 这一个北菜肉 这是 比较属于古早味的北菜肉 哦 我觉得现在太多地方做的古早味 已经都不古早味了 可是这里的真的很古早味喔 北菜肉 北菜肉 这个配饭也很赞 所以这时候 就配小菜 我们的鸡肉饭又来了 好 配小菜 好 好好吃喔 好吃喔 不一样喔 北菜肉跟人家不一样 嗯 它吃起来很清甜喔 对 很清爽 很清爽 也是属于夏天的小菜 因为我在外面吃很多北菜肉 已经 滷得都暖暖 它这个吃起来是 很脆 然后很清甜 你这个北菜肉 也是很費工 对不对 对 然后这个是 那个 然后有虾米吗 虾米没有 没有虾米 就是那个 那个什么鱼 扁鱼 扁鱼 才会香 对 因为我刚刚一直有吃到一个很香的味道 所以是扁鱼 对扁鱼 来做的这样的一个北菜肉 好 那现在呢 我们现在要接下来要介绍的这一个 红烧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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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红烧肉 我们有特别去处理过吗 最主要那个红烧肉 一般是红烧肉 红烧肉 就是红烧肉 我们是可能没有放红烧肉 就是自己有另外自己的配方这样子 所以呢现在 我们完全不要去沾 呃 酱料 我们就直接这样吃 看好不好吃 它跟外面的红烧肉不一样耶 对 口味不一样 吃起来跟外面的红烧肉 放红烧肉 没啥感 对耶 它带一点点甜 对 它有带一点点甜 然后整个肉的那个质感很好 吃起来也很盘牙 其实不沾料也蛮好吃的 好吃 我觉得是不要沾料 你整个腌得非常非常的好 有一些那个红烧肉吃起来 吃到后来它已经是硬的 那个肉是硬的 对 可是呢它这个不会 对它这个不会 它这个 真好吃耶 我从刚刚吃到现在 没有一样的好吃的 都好好吃喔 我觉得如果说你想念妈妈的 古早味的一些 下手的好菜 我觉得可以来这边吃 每一道菜都是这么这么的道地耶 我们是比较属于道地一点的小菜 小吃 那我现在看到 这边有一碗凉面 我们这一个是麻酱凉面嘛 对 对不对 不一样在哪里 需要我先吃吃看了 对不对 好 腰间你吃吃看啊 这个呢就是要大口吃 感受那个麻酱的这个 香味 好 欸老板娘这个面实在是太厉害了 我吃起来你说它是麻酱凉面 可是它除了麻酱以外 它一定还有很多的东西在里面 就像你刚刚讲的十几种嘛 十几种你知道吗 我觉得它在整个吃起来 每一口每一口在咀嚼的时候 它是非常非常有层次感的 它的每一个味道很难形容 我真的吃过群台湾这么多的凉面 这是我吃过真的最好吃的凉面 这个真的是可以诚实的说 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凉面 而且它很厉害的是 它的酱跟面它是不会分开的 对 是不容易 这个凉面太厉害了 当然啦 我们的鸡肉饭也很厉害 对我们的鸡肉饭也很厉害 我们的汤也很棒 但是这凉面真是可以出口比赛 真的喔 你的凉面也能出口比赛 真的 可是说到这里呢 我们旁边还有桂花酸梅汤 这个是 藥材 中藥材去煮的 这是你们自己吗 还是外面披的 没有 自己煮的 你们自己煮喔 自己煮 自己煮的桂花酸梅汤 可是我这边看到它有写麦芽 对 你们不是用糖 糖水 不是喔 你是用麦芽下去 麦芽本身就是甜的嘛 喝起来比较顺口 比较不会那么甜 而且你要是有咳嗽的小孩子 喝这个没关系 因为麦芽糖可以止咳 不像糖水 一般糖水就不行 嗯 我就这样吃下来啊 最后再喝这个酸梅汤 真是很棒的ending 好 今天我们真的很谢谢 很谢谢老板娘 为我们介绍这么好吃 这么道地的小菜 下次我们来到英哥 一定会再来找你喔 好 感谢你 谢谢 欢迎再来 你再来 谢谢